节奏是音乐的速度 决定音乐的快慢 是音乐的重要元素 依影响作品的情感 人体能区分每分钟40到300拍的节奏 当节奏减慢到40拍以下时 我们可能无法识别它 超过每分钟300拍时 开始变成连续的音调 2011年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的学生 从比奥报的流行榜歌曲数据中挖掘节奏数据 他们发现 1940年至今 我们最受欢迎的歌曲平均节奏在 117拍到122拍之间 罗格斯大学的两名研究生 在分析流行音域节奏数据时 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大多数歌曲节奏都在 119.8拍的最佳数字附近 2005年 汉密斯麦道高和史蒂芬 摩尔在应用生理学杂志发表论文证时 这种自发的运动节奏代表了某种形式 人体运动的中心共振频率 日本畅销书考试脑科学作者 齿骨玉二认为30%到90%的脑神经细胞 有按固定频率震动的规律 心理学家凯特赫夫纳穆勒 从1930年开始进行实验 他得出结论 节奏比任何其他特征 都更能影响我们的情绪 1970年 乔治洛扎诺夫开发了 现在被称为建议百科的教学方法 声称他可以帮助孩子们比平均水平 快三到五倍地学习外语 这个方法的核心就是老师在课堂播放60拍的巴洛克音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 在关于建议百科的报告中宣称 人们一致认为与传统方法相比 建议百科对于多学科和多类型的学生来说 是普遍优越的教学方法 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的 科斯塔斯卡拉乔吉斯博士建议 在运动时播放节奏为120拍至140拍的音乐 这与我们的心跳频率处于相同的范围内 2006年他与彼得泰利合著的论文 音乐对运动和锻炼的心理物理影响 证实运动员的运动与音乐同步时 400米跑步者记录的速度更快 科学家们仍然不确定我们对节奏的感知发生在哪里 以及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更喜欢某些节奏 而不是其他节奏 要多听一下不同节奏的音乐 才能确定自己喜欢哪一种 60拍多鉴于古典音乐和巴洛克时代的乐曲 目前的流行曲多数都是120拍 简单的选择是 学习时听60拍 运动时听120拍 奥运游泳冠军迈克·菲尔普斯 也是早上听嘻哈 下午游泳时听快节奏的音乐 现代流行曲有小数是60拍 例如 一直熊霸著名区榜首的诗众 它的节奏就是60拍 逐渐降到50拍的 感谢观看 愿音乐带给你健康 的音乐带给你健康